今天来室里面看上奶奶 奶奶不舒服 姑姑说的 闻我吗 奶奶给你买了盆水果 买了盆水果 你这种感觉吗 我没种了 我没种了 师傅 我的米丢了 怎么 看的 出来 锅的锅了 重要开始丢了 在这里 什么时候 这种锅 锅 是锅子的锅子的锅子 这种锅子的锅子的锅子 你不必吃啊 我没吃 你帮你 买的评估 买的评估 您带的古诈啊 太吗 太吗 太 我一个人 再一个人 这是我一个人 哦 来来 好啊 来来 好啊 刚刚跟小梅两个人从医院小诊所那里出来 本来想在里面多待一会的 然后里面还有其他的病友 怕打扰到他们 然后就出来了 平时我奶奶在市里面住 很少回农村 几乎上都是逢年过节才回农村 然后一直在市里面生活 我姑姑在市里面照顾她 所以说生你还是有用的 我跟你说你别说没用 那你赶紧生啊 我肯定要生啊 去那边啊太阳好大 生个十个八个的 生个足球队是吧 生个足球队就不用了 我本来想去我奶奶住在那里 那个打蛋 没想到今天赶上她就是不舒服了 然后去医院打点滴了 风好大这里 现在这里凉快一下 这个是栗子树吗 不知道什么树 其实我奶奶今天还挺开心的 她有没有问我 她有没有问你 问你我是谁 问了一下 你怎么说 怎么说就实话实说呗 是谁就是谁啊 她怎么问呢 我告诉你坐上来 今天呢出来市里面 然后去看了一下我奶奶 我姑姑说我奶奶不舒服了 然后就去打了点滴 我就出来看了一下她 因为老人渣了吗 哎呀生病住院也是常有的事 就是今天我去的时候 我奶奶都不知道我来 我是悄悄的去没有告诉她 我只是跟我姑姑说了 但我姑姑没有跟她说 哇我去的时候她还很惊讶很意外 因为我带了她去嘛 哎老人渣嘛 去的时候肯定是问 她是做什么的啊 是哪里人啊 干嘛的 也就这些问题 嗯毕竟嘛 她也是对我的一种关心嘛 也想着我有这么大了 也该就是存家了 我都跟她说了 叫她不要去了 因为毕竟 感觉还没到那个地步嘛 她就想着 刚好她也是去市里面办事嘛 就想着两个人一起去 也没事 就当朋友 然后去看望一下老人渣 也没啥 我觉得啊 本来想去我奶奶住的那里的 但没想到就是碰巧 我奶奶也不舒服 今天所以说就没有去我奶奶住的那里 平时呢 我奶奶都是在市里面住的 因为她很少回农村的 她不喜欢农村生活 比较喜欢市里面的吧 市里面呢 最少买东西方便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跳跳广场舞啊 然后上上行这些 我奶奶跟其他的人 就是有点相反的吧 我觉得 有的老人家比较喜欢农村生活 但我奶奶比较就喜欢城市生活 所以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所以说都很少在老家 就是我姑常年在市里面 所以说我奶奶就出来住了 刚好我叔他们也在嘛 有个伴 但当然了 我奶奶也会时不时的回农村了 比如说逢年过节啊 或者我爸他们回来啊 他也会回去住一段时间的 但常住的还是在市里面的啊 今天太阳好大 这个天气真的很容易感冒发烧 所以说还是要注意防暑 注意身体才行 我坐一会 等下也要回去了 因为家里面还有事情要做 我发生好 差不长什么 我发声 我发声 多什么 我发声 那一会儿 我发声